会演戏的公安局长 如果要评选罪牛贪官 从常规角度来说 原河南省郑阳县公安局局长姚华寅 无论如何也是上不了榜的 在贪污的业绩上 他的成果只有几件文物和140万元的赃款 在养情妇上 算上老婆也只有四方妇人 在权威轻重上 他只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芝麻官罢了 但如果要比演技 这个局长却可以称得上贪官中的影帝 他靠着极其精湛形象的语言和神情 成功地扮演了一名精神病人 并屡屡骗到了法官 只不过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在精神学专家的严密仪器的测试下 他终于现出了原形 2011年10月20号 一个胡子拉叉 口水乱滴的中年男人 站在了河南省正阳县法院的被告席上 他出现的那一刹那 立即引起了听众席的骚动和吵闹 法官多次要求全场诉警 这个男人就是原正阳县公安局局长姚华银 今天是他因贪污受贿而被公诉的首次审理 当法官多次询问姚华银的时候 他失而像听不到声音一样 茫然若失地看着地面 失而突然在法庭上大哭大闹 甚至还喊出了我要回家的幼稚话语 法官只能宣布休停 日后再审 在正阳县内 公安局长疯了的消息 如同疯一般传遍了大街小巷 众人都不敢相信 那个叱咤警戒多年 破获多起大案要案的公安局长 怎么会疯了呢 如果他的神经有这么脆弱 那他如何能抵抗住压力 与犯罪分子们周旋 甚至是冒着生命威胁 进行殊死搏斗呢 在河南省 姚华银可以称得上 是公安系统中的标杆 2009年2月23号 正阳县发生了一起特大抢劫案 在一条繁华大街上 某公司出纳携带的 29.6万元现金被人抢走 案件发生后 姚华银亲自带领 60余名民警 在各个路口设夹堵截 并命令所有人携带强支 必要时进行射击 绝不留情 该案在短短的三天内 便宣告破解 并由此 破获了一个三年来 纵横河北 河南 山西 陕西等省 数十个城市 抢夺现金191万元的 特大抢夺犯罪团伙 在抓不到外号 丁八脸的犯罪头目时 此人甚至对姚华银 竖起了大拇指 混黑到这么多年来 姚华银是我碰到的 最厉害的角色 栽在她的手下 也是命中注定 2010年1月 郑阳县公安局 作为河南省实现 六年命案全破的 县区局之一 侦破命案绝对数 位居全省第三 而受到了河南省 公安厅的表彰 时任局长的姚华银 从省公安厅领导手中 接过连续六年 命案全破 先建公安局的讲扁时 何其光荣 没人想得到 短短的一年之后 姚华银居然疯了 2011年2月12号 法院第二次 开庭审理此案 姚华银依然神志失常 甚至受误足导 跳起舞来 法官从医院里 找到了精神疾病的医生 对方也被姚华银的 表现所吓到 承认他疯了 神理只能再次宣告言后 姚华银不只是在破案上 气势汹汹 果断勇敢 在包养情妇上 也豪气十足 2004年 他担任了县高中的 名誉校长 先赴安全保卫工作 认识了美丽成熟的 语文老师刘爱英 刘爱英的老公 常年在北方做生意 和他聚少离多 相貌堂堂 身材健壮的姚华银 令刘爱英心动不已 两人之间很快 便碰撞出了火花 一天晚上 刘爱英借口家中 电线故障 把姚华银 留宿在了家中 共度凉宵 此后 姚华银便经常 一要通宵办案的借口 也不归宿 及其张晓云也并未起疑心 直到刘爱英和姚华银的绯闻 传得满城风雨 她才从别人的口中得知 可是 张晓云依然相信丈夫 一心扑在工作上 不可能背叛家庭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测 张晓云开始抽查丈夫的手机 可是 拥有极强侦察 及反侦察经验的姚华银 在回家之前 就消除了一切证据 她与一部专门 和刘爱英联系的手机 绝不带回家 还有一件 专门穿回家的 充满汉字的衣服 身上 就不可能有 女人的香味和头发 更重要的是 她演技到尾 进门倒头就呼呼大睡 寒声打得震天响 还故意把手机和近期的办资料 放在明显处 以方便张晓云检查 看到丈夫工作这么辛苦 张晓云的所有疑惑 全部都打消了 甚至为自己怀疑丈夫 而感到羞愧 搞定妻子后 姚华银和刘爱英 打得更加火热 可是刘爱英并不是省油的灯 虽然生在小县城 但是消费水平 却媲美大城市 她隔段时间 就要去郑州的大商场 购买名牌服饰和包包 很快 就把姚华银的小金库 清洗殆尽 姚华银越来越反感刘爱英 想尽快甩了她 但又怕刘爱英 找张晓云说出实情 经过冥思苦想后 一个计划 出台了 一次跨省追捕后 姚华银压戒至当年的杀人案 回家了 刘爱英欢天喜地地 缠着姚华银去省里开会时 带上她去玩 但姚华银却一反常态地严厉拒绝了 刘爱英立刻拾起了小性子 大吵大闹 姚华银故作沉痛地抱住头 一言不发 看到情郎如此严肃的态度 刘爱英心神大乱 马上安静下来 温柔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姚华银见刘爱英已上钩 从衣服内袋里取出了一张医院的检测单 刘爱英接过来 顿时脸色大变 原来 纸上竟然写着狂犬病毒检测呈阳性 姚华银趁热打铁 讲述了前不久发生的一桩惨绝人寰的事故 她在带头抓捕前逃杀人犯时 被对方一口咬住手臂 留下了一个小伤口 她也并未在意 直到有一天 一个同事提醒她去检查身体时 她才想到这个事情 发现自己得了狂犬病 目前正在潜伏期 不知道什么时候便会爆发 她不想耽误刘爱英 想让她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刘爱英感动不已 觉得姚华银真是好人 很快便辞职去河北 和丈夫团聚了 解决掉最难缠的对手后 姚华银又包养了售货员 袁清清和足疗妹祝金月 两人都年轻貌美 姚华银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跟两人表白 这个世界上 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一句又一句的假话 哄得两人热泪盈眶 更加死心塌地地跟着姚华银 并表示要跟她生儿子 传宗接代 可同时包养两个情妇 姚华银有点吃不消 她开始动心思 捞油水了 与别人受惠不同 姚华银大多是为她人 谋取利益之后 收取贿赂 在她看来 事后收受礼金能掩人耳目 更有安全感 而且她一般都会推托好多次 给人一种清正怜悯 实在是不得已才收下的感觉 2007年8月 在姚华银的帮助下 时任某派出所指导员的汪某 被任命为派出所代理所长 汪某的回报是 送给姚华银5万元 接下来 汪某好事不断 不但去掉了代理二字 还解决了负科级待遇 随后 汪某两次送给姚华银5.5万元 摸透了姚华银的脾气后 更多人就投其所好 见有人送钱上门 平时霸气的姚华银 一下子就显得非常客气和豪爽 收人钱财后 基本上都能给人办成事 2008年1月 姚华银担任正阳县公安局局长时 把刑警大队在办案中缴获的寿面纹 铜冠耳壶 凸贤文铜绝和宿面铜眼 四件珍贵文物占为己有 其中一级文物一件 二级文物两件 三级文物一件 在两个情妇的帮助下 姚华银不光收内部人的钱 还拓展了业务范围 有一次 祝金月在为一个姓张的客人服务时 听她的口音跟姚华银是老乡 便说 自己跟姚华银的关系不一般 如果有什么事情 可以通过她来帮忙转告 张某立刻塞给祝金月五千元钱 并在姚华银的老家 为她免费修建了一所五层的楼房 很快便和姚华银拉拢了关系 不久之后 公安局要建刑警办公楼培训中心 尽管张某没有施工资质证书 但在姚华银的帮助下 靠着一本借来的施工资质 未经招投标程序 便违规承览到该工程 大赚了一笔 姚华银和小情人 把回扣顺利的收入囊中 2010年5月9号 郑阳县看守所 发生了一起灾压人员脱逃事件 震惊了筑马店 市政府高层及社会各界 而这件事 姚华银也难脱干系 那么姚华银到底会受到 什么样的惩罚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 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